我们来看啊 第三章的啊 第三章内容就是 面向对象啊 在面向对象 这是对上节课的一个回顾啊 这四个知识点 大家有时间的话啊 一定要多去看一看咱的笔记啊 对看咱的笔记 然后我们来看啊 第三章的一个内容 就是类和对象啊 第一个的话 就是我们所说 面向对象的一个概述 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的类 第三就是我们的 Z4这个关键字啊 Z4关键字 然后的话 还有就是类的一个构造方法啊 构造方法 还有就是我们说 最最主要的一个部分 就是继承和多态 然后的话 在这的话 我们说啊 加尔当中又多了一个 我们的抽象类和我们的接口啊 接口 这是咱整个第三章的内容啊 也是整个架部分 最最核心 最重点的一个啊 一些知识点 对 也也不是最后一章啊 然后的话 我们来看啊 我们来看第一个 就是面向对象的一个概述 对吧 大家想一下 我们说当时让大家去这个 我们说什么是对象啊 是不是在现实 是不是在现实世界中是客观存在的 对吧 客观存在是我们说是被称造为对象 也就是说面向对象的话 我们说是以 我们说是看问题的时候 我们说是以什么 什么为视角啊 是不是以对象为视角的角度 我们说来看待世界或者来 擅数的一种思维方式啊 也就是说去考虑 考虑事情或者考虑问题的时候啊 我们说不能以自己的思想去考虑 我们说要以对象为视角啊 来看待世界或者来擅数的一种思维方式啊 擅数事情的一种思维方式 这是我们所说啊 面向对象的一个概述啊 面向对象的一个概述 也就是说你看在这啊 在这的话 我还是给大家去反复强调 就是面向过程和面向对象 它们之间的一个区别啊 区别 也就是说面向过程的话 我们说是不是强调的是这个事物 或者这个对象 我们说是不是操作一个过程啊 对吧 然后的话我们说强调的是 我们的方法 也就是说你再去做一点事情当中 我们说它是如何去完成的 需要什么样的一个方法 来解决这样的一件事情 然后的话我们说面向对象的话 我们说是强调的是 你应该是拥有这个方法的谁啊 是不是就是我们的对象啊 对吧 你只要找到这个对象 找到这个对象之后的话 我们说你去看我们的这个对象当中 它包含的是哪些方法 我们说通过这些方法的话 我们说可以去满足我们的一些要求 还是这个例子 我是不是一直给大家去说鸡蛋灌饼这个例子啊 对吧 鸡蛋灌饼的话 我们说是面向过程的话 从面向过程的角度去思考的话 我们说是不是就是 首先的话 你是不是第一步你再去学习鸡蛋灌饼的一个制作方法啊 对吧 然后呢 你是不是还在去要有面啊 鸡蛋油啊 是不是一些设备啊 对吧 这些有了的话 你是不是还要去和面 然后是不是再去制作鸡蛋灌饼 也就是说这三步完成之后的话 你最后才能干什么啊 是不是最后才能吃啊 对吧 你看我们说从面向过程角度的话 是不是一直强调的是你的制作的这个对象的这一个过程啊 对吧 但是我们所说啊 你看我们说从面向角度 面向对象的角度去出发的话 你要吃鸡蛋灌饼对吧 你是不是我们所说 是不是找一个卖鸡蛋灌饼的大妈 是不是就可以了 对吧 也就是说你把这个对象找到 至于他怎么去做 我们用不用管啊 是不是不用啊 对吧 我们说啊 把钱给这个大妈最后的话 我们说就能吃到我们的鸡蛋灌饼 你看我们说通过面向过程和面向对象来说 我们说是不是面向对象的话 我们说是不是中间他制作的一个过程 我们说是不是不用管啊 对吧 我们说省略了好多 我们说是复杂的一些 一些步骤啊 复杂的一些步骤 所以说在这儿啊 一定要区分面向过程和面向对象的一个区别啊 面向对象的一个区别 我记得我之前是不是还给大家去说过一个例子啊 是不是洗衣服啊 对吧 洗衣服的话 当时我们大家啊 如果从面向过程的角度去考虑的话 我们说应该怎么去思考啊 洗衣服 你是不是我们说啊 就不我们说是不是 你是不是第一步的话 你是不是把你是不是去找一个 我们说把衣服给洗好 把衣服给转好 然后是不是去找洗衣机啊 对吧 找洗衣机的话 你是不是还得自己去拿洗衣服啊 对吧 然后的话 你是不是自己还得去投钱啊 对吧 投钱的话 然后的话 你让洗衣机洗完之后的话 你是不是还得自己去洗好的话 你是不是自己去把衣服给拿出来啊 对吧 拿出来之后的话 你是不是还得自己去衬衣服 衬完衣服的话 你是不是最后自己还得去搭在外面的阳台上啊 这是我们说 是不是从面向过程角度去考虑的 对吧 如果从面向对象角度去考虑怎么办啊 洗衣店 对吧 洗衣店是不是一个方法啊 你是不是找一个洗衣店 然后把衣服是不是给这个洗衣店 然后的话 你给人家钱 然后过一段时间 是不是直接来去 是不是就可以了啊 还有一个最简单的方法是什么啊 是不是去找一个对象啊 去找一个老公或者找一个老婆 对吧 然后的话 你说哎我衣服脏了 过来给我洗洗 你就一句话 是不是他自己抱着你的衣服就走了啊 对吧 到时候洗好 给你撑好 晾好 最后你是不是直接来穿啊 对吧 这就我们所说啊 我们说面向过程和面向对象的啊 这两个的一个区别啊 这两个的一个区别 大家一定要去注意了啊 呃 我希望大家把这两句话给记下来啊 就说面向过程的话 他强调的是过程 强调是我们的方法啊 强调的是方法 然后面向对象的话 强调的是拥有这个方法的对象啊 用这个方法对象 继续往下来说啊 继续往下来说 也就是说面向对象 首先看他的一个特点啊 他的一个特点 我们说第一个 就是把事物是不是给简单化了 对吧 你想想啊 我们说看刚才这个例子 我们说中间的这些过程 我们用不用管啊 是不是不用啊 对吧 我们说是不是直接去找到一个对象 然后获取到结果 是不是就可以了 对吧 我们说把一个事物给简单化了 然后的话 我们说第二个 其实是我们所说 更加符合人的一个思维习惯 我们说包括大家 我们说是不是 做一件事情 是不是越简单越好啊 对吧 或者越顺手越好 也就是说啊 第二个就是更加符合人的一个思维习惯 第三个的话 我们说是 把我们从执行者 变成了一个指挥者 你想想 我们说从面向过程来说的话 我要吃一个鸡蛋灌饼 我是不是还得自己去找方法 然后找设备 还得是不是自己去做呀 对吧 然后你看从面向对象的话 我们说 还用不用我们自己去做呀 是不是不用啊 我是不是给他钱 我给你 找一个大妈 我指挥你 我说我给你的钱 你给我做一个鸡蛋灌饼 这样的话 我们说是不是就会省很多事 对吧 这就我们所说的啊 面向对象的一个特点啊 第一个是把事物给简单化 然后第二个的话 我们说是更加符合人的一个思维习惯 第三个就是把我们从执行者啊 转换成了指挥者啊 特别是第三点啊 第三点是最重要的啊 面向对象的一个特点 把我们从执行者啊 只变成指挥者啊 变成指挥者 面向对象的这三个特点啊 需要大家去记下来 会有人问的啊 会有人问的 特别是你看啊 你把第三点给他说明完成之后的话 你就给他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就拿咱的鸡蛋灌饼这个例子 给他去简单去说明一下 为什么我们说是从执行者去变成了一个指挥者啊 变成指挥者 类啊 是统一类事物的一个统称 然后的话 在这儿的话 还有一句话 需要大家去注意了啊 你看我们说啊 在下面这句话 你看类的话是封装谁啊 是不是封装呢 是封装对象的什么呀 属性和行为的一个什么呀 载体对吧 大家想想我们说对象的话 我们说是不是就是一个 我们说是不是类的一个实力化的一个产物啊 对吧 所以说在这的话 不是那个 刚才我说的是啥 对象是类的一个实力化产物 对吧 在这的话 我们说啊 我们说你既然对象是不是有属性和行为 是不是两部分构成的啊 对吧 也就是说在你对象创建之前的话 我需要用一个类来去封装啊 你对象所存在的属性和行为啊 属性和行为 所以说在这的话 我们说是类是我们封装对象 这两部分的一个载体啊 你看具有相同属性和行为的一类事物 我们说统称为我们的一个类啊 统称我们的一个类啊 这句话啊 前面这一部分需要大家去记下来了啊 类是封装对象的属性和行为的一个载体啊 就把这句话给记下来就可以了啊 类是封装对象的属性和行为方法的一个载体啊 行为方法载体 然后记完的话啊 我们继续啊 来看 你看这说的话 我们说是不是对象就是我们的类 是不是抽象出来的一个什么呀 是不是就是一个实例啊 对吧啊 就是一个实例 最后的话 我们说是通过我们的实体对象啊 我们说只是把对象给实例化 我们说要给它付一个实体的对象 来解决相关的实际问题啊 实际问题 这句话不用去记啊 不用去记 然后的话啊 大家再来看后边这句话啊 后边这句话比较重要 你看类的话 你看它包含什么呀 是不是包括对象的属性和什么呀 方法 那通过这句话的话 我们说通过 我们说是不是也可以理解 我们说一个类的构成 我们说也可以 我们说是包含哪几部分啊 是不是第一个是什么呀 是不是就是属性啊 第二个是什么呀 是不是就是我们的方法呀 对吧 在这啊 要去注意了啊 要去注意了 类啊 包括对象的属性和方法 你看类中啊 先不要着急去一会儿 再给大家时间来接啊 你看类中我们说 对象的行为 我们说我们说是用什么来表示的呀 是以方法的形式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函数啊 也就是以函数的形式去定义的 然后对象的属性的话 我们说是以什么来定义的呀 看清楚了 我们说是什么呀 是不是成员变量啊 是以成员变量的形式去定义的啊 大家把这最后一句话给记下 看话啊 咱继续往下来看啊 继续往下来看 也就是说在面向对象概述这一块的话啊 需要大家去注意 第一个话 要知道面向对象设计的三个特点 是不是我一直在反复给大家去强调啊 封装继承和多态啊 封装继承和多态 其中的话我们说封装的话 我们说是面向对象编程的一个核心思想啊 封装的话是面向对象编程的一个核心思想 然后的话啊 先不要着急去记啊 我们说封装的一个思想是什么呢 也就是说将对象 你看是不是将对象的属性和什么呀 和行为去封装起来 我们说它的一个载体是谁呀 是不是就是我们的类呀 对吧 也就是说我的属性和行为都是在哪去放着啊 是不是在我们的类当中去放着啊 对吧 我们说类通常的话 我们说是对客户去隐藏其实机细节 也就是说我私有过来 也就是封装起来的属性或者方法 我能不能直接来进行访问啊 是不是不能啊 对吧 要去注意啊 这个封装的话 其实和我们私家家当中封装的一个韩式一样 我们说还是通过我们的关键词 我们说是Prowide的啊 Prowide的来进行实现的啊 来进行实现的 虽然是我们说面向对象的话 我们说是有三大特点 对吧 但是我们说起到一个核心的一个作用的话 还是我们的封装啊 还是我们的封装 可维护性 当然的话你看啊 在这儿 这个的话我们来看啊 这个图的话 我在这儿有给大家去粘出来 我们说通过这个图的话 我们说是归纳一个 第二个 它的一个特性是什么呀 是不是就是我们的一个 是不是继承啊 对吧啊 就是我们的继承啊 就是我们继承 也就是说啊 你看我们说还是那句话 我们说不管是CR加 还是加入当中 我们说是不是在去继承的时候 我们说是也是一层一层的去 不断深入的一个过程啊 也就是说继承的话 也就是从事新建的类 就是从已有的类 我们说得到 我们说是不是已有的一个特征啊 对吧 也就是说我子类去继承负类的时候 我还用不用再去写负类里边的属性或者方法呀 是不是不用了 我是不是直接就可以拿来去使用啊 直接拿来去使用啊 这个啊 这这块就不再去多说了啊 一定要记清楚 我们说继承啊 子类我们说是子类去继承负类 我们说可以去得到负类啊 里面我们说是已有的一些特征啊 里面有的一些特征 这是啊 这是我们所说第二个继承的啊 继承的一个概数啊 继承的一个概数 继承啊 从新建的类啊 从新建类 我们说是从右的类类里边 我们说得到我们所说啊 所存在的啊 所存在的一些特征 好一点的话啊 大家去注意 我们说在Java当中的话 我们说继承的话 我们说是只有单继承啊 只有单继承没有多继承了啊 这点这块需要大家去注意 但是呢啊 但是在这在这儿的话 我们说除了在这儿我们说 除了我们说是子类去继承 负类的是不是已有的特征啊 那我子类的话 我可不可以去新添自己独有的一些属性和方法啊 是不是也是可以的啊 也是可以的 我们看啊 继承的一个好处的话 我们说是可以去缩短我们软件开发的一个时间啊 也就是复用 我们说那些我们说是不是已经定义好的类啊 对吧 我们说是可以提高我们的系统的一个性能啊 也就是说同时也避免了我们说在在系统在使用过程中啊 出现错误的一个几率啊 出现错误的一个几率 这就我们所说的啊 继承缩短我们说软件开发的时间啊 软件开发的时间 因为我们所说啊 你通过继承的话 我们说是可以去复用啊 复用我们说已经存在或者已经定义好的类啊 从而的话 我们说是提高系统的一个性能 不管是运行啊 还是执行的一个性能 而且还避免了我们说是出错的啊 出错的一种情况 然后这样的话啊 咱继续啊 继续往下来说啊 我们来看啊 多态的话啊 大家就记住一句话 我们说是同样的动作 我们说是在不同的环境下 我们说是不是产生不同的一个反应啊 对吧啊 同样的动作啊 同样的动作 我们说在不同的环境下产生不同的反应啊 产生不同的反应 也就是说 其实就是还是我们说是当上大家记得一句话 我们说是一个事物的多种形态啊 一个事物的多种形态 这是给大家去说一下 我们说是面向对象当中的啊 封装和继承多态的一个概述啊 都一个概述 也就是说接下来咱去写立体 包括我们说写代码的时候啊 我们说就要围绕着封装继承和多态这三个特性啊 我们展开一系列的操作啊 一系列的操作 然后呢 话我们说啊 这个时候我们来记得往下来看啊 就是类的一个声明啊 怎么去声明一个类 也就是说啊 我们之前去建加尔啊 加尔文件的时候 你会发现我们说去 你去新建一个啊 加尔文件之后 我们说是不是自动的是不是就有一个类啊 对吧 我们说这个类的话 它是不是包含了一个主方法啊 对吧 然后我们说包含主方法的类也叫做什么啊 是不是主类啊 对吧 所以在这儿啊 要去注意 我们说除了已经声明好 我们说自己要去声明的话 我们说啊 写类的一个格式 首先的话 我们说前面要想什么啊 是不是权限 对 想像权限修饰符 然后的话我们说啊 写上我们的class 然后的话 再写上我们的类名啊 再写上我们的类名的啊 然后的话 我们说啊 大括 先过一遍啊 大括号 括起来 对吧 我们说一个类 它是由哪几部分做成的啊 属性和什么啊 是不是方法 那言爱之意的话 我在这一对大括号之间 我只写什么啊 是不是要么写的是我们的属性 对吧 要么写的是谁啊 是不是就是我们的方法啊 也就是说啊 你看它的一个格式就是首先写上我们的权限修饰符 然后的话写上我们的数据类型 然后的话我们都是变量名啊 变量名 这是我们说这个变量的话其实就是咱说的属性啊 咱的一个属性 然后的话我们说啊 第二个我们说声明方法的时候也是我们所说的啊 权限修饰符写上数据类型我们的方法名 我们说如果有参数的话 我们说是不是要去写上我们的参数列表啊 对吧 如果没有的话我直接写一个谁啊 是不是写一个括号是不是就可以了啊 对吧 这是啊我们所说的属性和方法的一个声明格式啊 在这儿的话我和大家去说一下 你看权限修饰符的话 我们说是不是前面这儿扩了一个什么啊 是不是中括号 中括号我们说当时代表是可选可写的 对吧 也就是说当在加热当中的话 我们说这个权限修饰符 我们说是可写可不写的 这看我们提上的一个要求啊 提上的一个要求 这是我们所说啊 声明类的一个格式啊 声明类的一个格式 其实在这块的话 我们说中间是不是也可以用大括号给它 中括号给扩起来啊 对吧 我们说如果没有参数的话 我们说就不写了啊 有的话记清楚啊 先写上参数的类型 然后再写上我们的参数的名称啊 再写上参数的名称 那的话啊 咱继续来看啊 再继续来看 然后的话啊 在这的话去说一下 我们的一个权限修饰符啊 权限修饰符 我们说在加热当中的话 我们说是有四种情况的啊 四种情况 也就是说在这的话 我们说你看类的成员变量 我们说还有我们的成员方法 你看在这的话 我们说是通称为什么啊 是不是就是我们的类成员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遇见类成员的话 我们说它包括哪部分啊 一个就是我们的成员变量 一个就是我们的成员方法啊 一定要记清楚啊 通称为我们的类的成员啊 类的成员 然后呢啊 我们来看啊 来看就是加热当中啊 出现的权限修饰符啊 权限修饰符 我们说是四个 第一个的话是我们的 Public啊 Public的话我们说是 是不是公开的啊 对吧 我们说是都外公开 它的一个权限修饰符所修饰的 我们说包括我们的变量或者方法的话 我们说是是不是所有的类干什么啊 是不是都能够去访问啊 对吧啊 所有的类都能够去访问 然后第二个的话 是不是我们的Protectit 我们说是不是受保护的啊 对吧 受保护的话 我们说啊 它的一个要求是什么啊 什么时候能能访问到 我们说是Protectit 他修饰的成员变量和成员方法呢 也就是自类我们说几期 我们说是不是干什么啊 是不是在同一个包当中的类 我们说是不是可以去访问啊 也就是说在这的话啊 大家需要去注意啊 如果一旦你用上Protectit的去修饰的话 我们说啊 去修饰你的成员的话 我们说是只能在我们的 咱哪个是建的有包啊 是第一个还是这个 是这个对吧 那就随便来一个吧啊 RTM啊 对RTM这里边建的有包 对吧 也就是说我当前啊 假如的话啊 假如你看啊 我在这是不是有个person这个类啊 对吧 我在这个person类当中的话啊 我比如说我去修饰一个 比如说是叫什么来着 这个叫Protectit的 对吧 P-O-T-E 叫什么 P-O-T-E-C-T T-E-C-T-D 对吧 Protectit的啊 假如我们Protectit的去修饰的 我们的这个边量的话啊 也就是说我是不是只能在当前包 也就是说在当前这个number这个包里边的类 是不是才能去访问他啊 对吧 我一旦脱离这个包的话 我能不能去访问啊 是不是不能的 对吧 比如说这个时候的话啊 我在这的话 我去新建一个类啊 我随便给他来一个 我说这个类叫一个A啊 叫一个A 然后的话啊 我在这去给他勾选上啊 你会发现 哎 他这个是 先建一个包 对 先建一个包 对吧啊 在这的话应该是先建一个包 然后就 先不 不带大家去操事 等咱讲到再说吧啊 也就是说 除了假如我生命了一个加网文件 对吧 不在这个包当中的话 我那个时候 我说我的A的这个文件 能不能去访问我number里边 Person这个name啊 是不是不能啊 对吧 一定要记清楚啊 只能在同一个包当中的话 我们说才能够去访问他啊 才能够去访问他 然后的话 我们说是 还有一个是不是 第二个就是我们 第三个是默认的 对吧 默认的话 也就是我们的class 也就是或者我们的变量数据类型 前面我们说 什么都不写的啊 什么都不写的一个状态 也就是说是 没有访问修士服啊 我们说是 只能在同一个包中的类 我们说是 才能够去访问啊 才能去访问 然后第四个的话 就是我们的provide 对吧 provide的话 我们说是私有的啊 私有的 我们说是只有我们的类本身 才能去访问 我们说是 不对外公开啊 不对外公开 这是我们所说啊 四个啊 四个权限修士服啊 四个权限修士服 它的一个作用范围啊 它一个作用范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